国评三老将为何无缘视频赛 教练组大实话揭露真相 刘古梁真狠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大家说一下国评最新公布的视频赛大名单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知道那么目前的国评正在紧张进行集训当中而我们接下来11月份的即将迎来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视频赛 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国评的季奥运会之后的在今年的最重要的另外一场国际性的大赛 所以其实对国评而言 如果说能够在这一次视频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的话 那其实今年度呢 也算是圆满完成目标了 所以其实对刘国梁对一众教练组而言的都永不得半点的松懈 他们必须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做好各类应对的一个工作 而目前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国评在集训的同时呢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视频赛参赛名单 从这份名单当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 樊振东 陈梦孙尹沙 王曼玉的那些球员 但是呢我们却看不到 许昕 马龙 和刘诗仁这三个老将 当然其实啊 没有看到他们出现在大名单当中呢 也就意味着这三个老将呢 在这一次是无缘视频赛了 当然我们从目前这三个老将各自的社交平台发文来看呢 那么他们说是自己呢主动退出了这次视频赛 所以呢其实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也得到了国评教练组的一个认可和批准 所以最终呢才没有出现在这一份名单当中 当然其实啊我们从后面呢整个国评教练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提到这一次的一个名单的考虑呢 其实我们也才真正的 看出来他们这一次为什么没有选入这三个老将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国评教练组呢 李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他提到说 虽然说女队在东京奥运会完成了新老交替 但面对巴黎周期国评啊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呢 打造一个新的年轻的竞争集团 所以呢国评希望女队能够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形成新的一个竞争态势 所以其实从女队的主教练李笋这样的一番发言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一次老将们呢都没有能够入选 因为国评整个教练组上下的都希望这一次视频赛呢能够是让这些新的主力去形成一个 竞争去锻炼 然后呢让他们更加有能力的一些年轻主力呢能够突出涌 那到时候呢可能下一个巴黎奥运周期呢就会围绕着这一众突出的主力来进行一个打造 进行一个培训 那到时候呢他们也很有可能 在这个巴黎奥运会呢代表中国代表团去取得一个比赛的胜利 所以从目前来看也就意味着其实呢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三个老将那么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能够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 所以这次视频赛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练兵机会 那么因此呢刘古良他们在多重考虑之下呢也是最终啊让这三个主力主动放弃了机会 而让那些年轻主力给顶得上去 所以啊其实啊李损他们这些教训组的一个采访当中也是算是说出了大实话 也揭露了这一次为什么老将会缺席这一次重要比赛的一个真相 只能说那么刘古良这一次呢为了整体国平大队伍的一个发展考虑的话 也真的是下了狠手 但是啊也没有办法那么新老更替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此前也都遇到过 马龙年轻的时候呢也接替别人呢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替 也只能够说作为球迷呢也只能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 毕竟呢刘古良他们的一个整体发展利益呢也是为了我们目前国平的一个发展去考虑的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一次视频赛当中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